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 焦点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Agnes 美国为了压制中国发展 持续遮所谓的新疆强迫劳动 炒作抹黑新疆的人权问题 美国至到现在 已经对73间新疆企业实施制裁 试图压杀新疆的经济增长 但事实上 新疆的发展一日千里 今个月中在新疆举办的 第六届世界媒体高峰会 就被与会的世界新闻媒体代表大开眼界 亲眼目睹新疆的娇人成就 及当地社会的和平气氛 百民不如一见 真正的中国新疆到底是怎样的呢 由2019年开始举办的 世界媒体高峰会 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届 今年的主题是 人工智慧与媒体变革 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208间媒体 政府部门等等的机构 和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500多名代表参加 今次峰会不单止是跨越历史文化 跨越社会侵異的全球全媒界盛大聚会 更加是应聚媒体发展变革和共识行动 今次聚会同时也是全球媒体人一次探尋之旅 一起走进探访新疆的企业 入乡村 由景区 看项目 切身地了解真实立体开放自信的中国新疆 感受繁荣稳定的新疆 为世界带来的新机遇 外国嘉宾代表更加分成多组 参观访问乌鲁木齐 吐鲁番 伊黎 阿克苏 核十等地 参观项目包括了光伏发电直接制陆轻的工程 和吐鲁番火焰山下293栋楼的楼顶 中国安装了3.7万块太阳能光伏板等等绿色产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卿瑞 在峰会上致辞时指出 这届峰会既是全球媒体界成会 亦是实地了解中国新疆的重要窗口 只望未来 随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共建一带一路等等不断深入 新疆将会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 迎接新发展、新机会 马卿瑞有希望 与会的媒体代表积极探索 发现新疆 强调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躺开 马卿瑞有指出 所谓涉疆人权问题 是极少数反华势力炮制的世纪方言 希望媒体辨别和抵制假讯息 向国际传播新疆的真正面貌 和新时代中共的治疆方略 他强调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大家有目共睹 日本共同社国际局局长根泽首康 第一次来到新疆参观 他说乌鲁木齐的发展程度 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更加没想到 这里已经建有这么多新的建筑 和每一个这么巨大的会议中心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 執行社长哈塔普 亦是第一次来到新疆 他说那些西方媒体错得离谱 中国新疆并封闭和保守 自由包容且开放才是他真正的标签 荷兰外交官雜誌主编阿贾姆就说 新疆充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并一直致力于改善宗教活动场所 设施条件 他们这里和我之前了解的并不同 他希望更多人可以来到中国新疆 眼见为实 而不是到听途说 新疆对我开放的自由和友好态度 却又成为了美西方国家 对新疆抹黑的借口 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中国选择在乌鲁木齐举办这一项国际活动 目的是分散外界对新疆人权议题的关注 又形容中国将新疆打造为现代化、发达和安全地区 是要展示中国去极端化战略 已经取得成功运魂 美西方反华政客对中国使出的阴谋论 不会永远都成功 在欧美反华阵营媒体持续几年 渲染新疆不仁道对待维吾尔等少数族裔的假新闻之后 近来有不少英美网红专程指挥来到新疆旅游 拍摄当地的生活实况 他们得出的印象是 新疆并非那些媒体所形容的那样 英国一名网红更有在YouTube频道上载了多条 他带老婆和三个女儿一起去到烏鲁木齐游览的影片 他在影片指出 出发来新疆之前 很多人劝他要小心 最好不要带小朋友去 但他发现烏鲁木齐是一个极度现代化的城市 当地市民生活和谐安宁 社会安定繁荣,密家便宜 他还说 信英美等国家的新闻报道 不如信自己的亲眼目睹 事实上 只要在YouTube频道 简单地以新疆旅游 来搜索西方国家网红 来到新疆旅游的记录 都可以发现差不多同样的旅游体验 美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謊言抹黑 必定失败收场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云一至五晚上六点 和大家焦点短达 拜拜